美国主流媒体继续跟踪报道备受争议的海航集团 但这次的重点跟以往不同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 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方斌 好的 平章 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长篇深入报道 指海航集团的举债扩张之路受到了阻碍 我们知道过去外界对海航的质疑 主要集中在它的股权结构不透明上 但是这篇报道的重点侧重于海航集团 现在负债累累 而且借贷的成本不断攀升 它的扩张步伐不得不放缓 甚至有可能难以维持现有的庞大运作 那么这篇报道揭开了海航快速扩张的内幕 就是利用风险很高的杠杆和资产抵押 来借钱进行海外并购 比方在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当中 在希尔顿世界控股公司的交易当中 它都是使用了跟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类似的这种融资的策略 报道说如果支持这些交易的资产的价值下降的话 那么依赖这些资产的投资和贷款 就会面临危险 那么路透社也报道说 海航集团向香港三家银行借款4.48亿美元 将在本周五到七 而海航集团显然无法按期偿还贷款 已经向贷款银行提出延展债务三个月的请求 那么华尔街日报也说 海航集团贷款成本也在大幅度的升高 就是海航集团自己的报告就说 它的融资成本因为借贷急剧攀升 而增加了一倍以上 报道举例海航集团一家子公司 为一年期的三亿美元的债券支付了高达8.875%的利率 报道说比中国的一家垃圾级的房地产公司 发行的债券的利率5.5%还要高 报道还引述了熟悉内情的人士的话说 海航集团在竞购香港一家公司的时候 为融资使用的利率有可能会接近到15% 那么中国的监管机构继续在收紧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查 19大以后海航集团放缓的收购步伐 并没有见到任何的恢复 国际金融机构也继续缩小 跟海航做生意的幅度 高盛公司就暂停了海航集团 一家子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 出于相同的担忧 美国银行也选择了退出 因此业界就有人质疑海航集团 能不能维系自己庞大帝国的完整性 那么另外海航集团的股权结构 仍然是外界关心的一个问题 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爆料 指海航集团的股权跟前中共反腐领导人 王岐山家族关系密切 布隆伯格新闻11月15号报道 拥有海航集团29.5%的股权 市值将近525亿美元的 在纽约的慈善机构 慈航慈善基金会 虽然今年9月份已经注册成为 纽约州的慈善组织 但是却还没有决定 是不是要寻求联邦税豁免的待遇 如果要享受这个待遇 按照纽约州的法律 就要让慈善机构的资产 必须低于设立这一机构的 公司的总资产的20% 那么我们知道它现在已经达到了29.5% 那么每年还必须将慈善机构资产的5% 用于慈善事业 而且必须公开启每年的税务报表 显然海航集团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 评仗 好的 谢谢方斌 您在纽约的连线报道